由花蓮市公所指导的高质感影片拍摄 与剪辑筷制研习课程 日前在旧国团花蓮学院的教室举行 市长吴嘉贤特别前往致辞 他也希望可以透过专业指导 让学员们可以活用摄影技巧 把花蓮的人事物递请透过镜头分享出去 学员们拿着支笔 仔细聆听台上讲师的课程内容 走下笔记 这是由花蓮市公所指导 花蓮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主办的 高质感影片拍摄与剪辑筷制研习课程 邀请到花蓮在地的独立制片团队 动画形象企划担任课程讲座 在旧国团花蓮学院教室进行分享 吸引到将近30位学员报名参加 我们这次会办理这样的课程 是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现在是一个影片数位化的时代 所以在很多可能职业 还有很多可能个人生活上 都会很喜欢用影片来陈述事情这样子 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帮助在地青年 透过影片的这个后制 或者是说影片的拍摄 然后增加自己在自己工作上 或是生活上的一些生活的乐趣 然后职业上的需要 那我们主要的也是希望 有更多的花蓮在地乡亲 能够把花蓮的好山好水 跟人情事物的部分都能够把它拍摄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YouTube 还有一些FB上面有一些精致的影片 那虽然画面剧情不会说很冗长 但是它画面精致 然后拍出来的效果会让人家会心一笑 或者会让人家感同身受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那我们今天请这些老师来 传授这些技巧给我们这些学员 也期盼他们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摄影技巧 让更多的孩子们一起分享 未来能够剪出花蓮感动人的一些事物 这场研习课程邀请到林佑生与陈焕成两位老师指导 他们在课堂上播放了 《华联加油!台湾加油!华联市防疫》影片 向学员们分析讲解 如何掌握每位观众的注意力 以及拍摄趋势与手法 分辨影片组成的元素 也分析了解影片的架构 让学员将拍摄剪辑技能 除了用在工作职场之外 也能用在活动记录 可以说是非常生活且实用的必备技能 记者 徐立青 华联市报导 没什么声音机